大家好我是Cenc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Jungle缓存优化第九小节课程 Jungle缓存优化性能评估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 本次课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会给大家介绍Jungle项目中需要注意的性能优化要点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两个比较实用的工具 一个是Jungle Debug Toolbar这工具 它可以时时的查看当前访问页面的构则性能数据 比如说Query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它有缓存 然后页面花了多少时间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是Jmeter Jmeter这是一个压力测试工具比较流行的 然后最后会给大家演示这两个工具的配置和使用 如何让Jungle的代码更加高效更加快 而且使用较少的系统资源呢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要选择合适的level 达到一个目标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选择正确的方法就可以使我们的代码更加高效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示例叫Query Set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Query Set 这个Object 如果我们直接用它的Count方法 它就会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数据库擅长的技术 那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Python里面的Learn方法 那它就会比较慢了 因为它不仅需要处理数据库的请求 它还需要计算对象的长度 实际上这样做的是一种多余 然后如果你在Template里面 又非要去用我们的Learn Learns这个Filter的话呢 它也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同时同样的也是需要计算对象的长度 使用缓存呢 是可以提高系统性能的 我们用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的主题就是缓存了 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Cash Property这个装饰器 这边写出了少一个Y 它呢就是当一个Sneed的方法 有可能会被调用多次哈 那如果这个方法计算很昂贵 那每次调用都会重新计算的话 就是非常浪费的 那如果你对这个方法做用使用这个Cash的Property装饰器呢 它就可以缓存该方法的缓存值 如果你下次再调用该Sneed的此方法时呢 它就会直接缓存我们的那个返回我们缓存的值 可以提高性能 下面呢我们讲一下Jungle的Laziness 就是懒惰 Laziness呢是缓存的一个补充策略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呢 才进行计算 而如果我们不需要 并没有真的需要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去计算这个字 那这样是非常节约时间的 可能对于第一次访问来说呢就比较快 那比如说我们的Laziness Translation 它呢就会只在需要的时候计算 如果不需要 它就不会先把那个字进行计算出来 然后我们的那个CashSet 它也是具有懒惰特性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装饰器 叫Alone Lazy 它可以对一个方法设置我们的Laziness属性 那对于数据库呢 这一块也是非常就是重要的缓存 需要缓需要做那个优化的地方 那Jungle呢已经提供了非常丰富 非常那个详细的文导 介绍如何在数据库使用中进行优化 然后还有就是对持久连接的一个介绍 那大家就通过这两个网站 就通过这两个页面呢 都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介绍 这里面呢 因为课程的时间关系 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介绍了 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两个使用工具的介绍 还有演示了 对于那个Jungle debug 然后Tuber呢 它是一个可配置的面板 当你配置好以后呢 它就可以在那个页面的右侧显示 我们当前页面的一些debug信息 然后呢通过这个网址 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debug的一个文档介绍 就是它的那个圆码 然后圆码里面呢提供的那个链接 可以进入到它的文档 一个详细介绍的地方 下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这里 实际上就刚刚我在网站上提供的 那个github的那个网址 那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进来 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它这边提供的这个文档的地方 document including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instruction 那就是介绍我们如何安装啊 如何配置的一个地方 首先呢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Jungle debug Tuber安装 安装好了以后 它的一个然后就需要设置了 然后在设置中呢 它首先是在install的APP这个 嗯这个 这个里面呢要加入 嗯静态和静态文件的一个这个 嗯APP的安装 然后呢还有就是debugTuber 然后呢安装好了以后呢就要设置 嗯让Tuber不要去 嗯就是不要 不要去自动的那个设置我们的那个setting 这是 然后还需要在我们的那个url conf里面 配置debug的那个url 那需要加入这些这段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需要配置我们的mid-while 嗯的那个就是debug的mid-while 那就需要在mid-while class里面加入这一个mid-while 然后呢还要设置这个internal IP 嗯这个internal IP呢就是嗯它只会就是这个debug信息啊 它只会在你就是这个install 呃internal IP这个这个里面的存在的地址呢 它会才会显示我们的debug信息 那下面就是config 这个呢就你就可以指定你的那个需要嗯在那个tuber里面展示的一些信息了 然后把这个烤到你的配置文件即可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那个配置文件 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项目 然后呢就可以编辑配置文件 嗯当然前提是要先把那个dungle debug 把这个插件给安装上 然后呢就进入setting文件里面配置 好这边呢那个静态文件的配置已经加上了嗯那个application 然后就是debugtuber 然后还有一些配置 这一个 这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pilot的一个tuber 要显示哪一些东西 然后就把它加进来以后就好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installed ips 那还有一个middle wire是吧 这边把那个tuber的middle wire加在这儿 那就可以了 那加好以后呢 当我们的服务启动以后我们就可以访问了 好 访问之前呢我们还需要设置让我当前那个机器的ip可以访问的一个debug 这个叫设置成这样子的 然后在当我们那个就请求的ip地址在这个list里面的时候呢 它才会把我们的那个debug的那个sidebar tuber给显现出来 好然后这就是访问的一个效果 那因为这个浏览器的那个支持不太好 好像它已经它展示不出来 但如果你是用了ubuntu的话呢 它那个chrome展示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现在就暂时给大家展示一个效果 下面我们进入jmeter这个压力测试工具的介绍 jmeter呢它是一个纯java写的压力测试工具 可以对我们的网站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测出网站的吞吐量 那我们现在进入jmeter的官网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那个官网的一些资料 大家呢如果要使用这个工具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详细看到它的一些 使用配置的一些要求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这个就是我已经配置好的一个jmeter的一个test plan 那首先呢你需要添加一个thread group 它一个thread group呢就代表你的一个测试计划 然后这个测试计划呢里面呢你就可以添加很多的那个 这个remple这个remple就是我们这边因为是测网站就是htb请求 那实际上它还支持其他的一些很多的那种东西 看一下嗯 jdbc啊等等的哈 然后呢我们添加好这个remple以后 比如说我测我的dashboard 那我就把dashboard的信息填好 然后就是ip地址 然后这边呢是pass pass就是后面的那个路件 那这是主页的一个访问的一个request 那如果对于是另外一个dashboard 我就要需要添加这个才可以 对第二个那个页面进行一个压力测试 然后在group里面呢有几个参数要设置 第一个就是number of threads 是代表其实就是你这个 我们这一个测试计划里面 你这个要取模拟多少个用户 那我这边就是100个用户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嗯是代表就是你这几这几个用户的线程 在多少时间以内发完 比如说我现在是0的话呢 那就代表它一次性全部发完100个请求 那如果我是有100 那它代表100秒以内 它会分别把这几个stress发完 它间隔就是一秒发一个 然后这个loop呢代表我发完一轮以后 我要不要loop 那如果是点forever的的话 那它就会一直循环 那你也可以指定它不forever 那比如说只循环两次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嗯 我们另外的还有一个 这个我可以小一点 好 把它保存一下 然后另外弄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还要就是添加一个这个timer 这个timer是我们吞吐量的一个timer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控制你的目标吞吐量是多少呢 它会根据你这个目标吞吐量来 设置我们就是到就是那个 发那些请求的一个 多少时间开始就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启动下一轮啊什么的 比如说我这个目标吞吐量设的是1000 这边是每分钟哈 每分钟有1000个请求的话 然后这边的那个它的那个就是你聚餐吞吐量 比如说是all active threads 就是针对当前所有的那些threads 那然后你也可以只针对就是 就是this thread only呢 它就是只是一个单个的一个那种threads 然后这样子呢 它的性能应该就是每个threads 必须达到那样的性能 好我这边选了以后呢 然后我还可以选择一些report 嗯 嗯 数据清空一下 嗯 好先不清空吧 然后呢这边这个呢就可以看到你发请求的一个记录 这边呢是以表格的形式 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看到你最终测试的那个sever output 然后它已经清空了 嗯 好那现在呢就给大家嗯 进行一个点这个我们就可以start start start以后你看到这边就已经开始发请求了 然后这些请求都是成功的 status都是打了勾的 然后呢 我们再进入这个地方它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点开它每个请求的详细信息 就可以看到 然后如果它有问题呢它就会打叉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吞吐量在局数的上升 那它就会看 那如果说我们期望达到1000每分钟的那个吞吐量 然后它就会 嗯 根据这个策略发生我们的请求 然后看能不能达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结果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设置的那个吞吐量目标是1000每分钟呢 准算下来就应该是16个每秒啊 16每秒现在显然我们这个压力应该是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 那个网站来说是过度了 它现在就保持在了9左右 嗯 那我们每秒钟可以处理9个连接 这就是我们的性能的一个测试结果了 那这个这个工具呢 对于就是你的那个项目性能测试是非常它的那个评估呢 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的也是很有用的 所以大家接下来呢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嗯 就测试你的那个项目评估你的项目性能 然后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 那就可以根据之前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针对性 就刚刚那个debug toolbar 来针对性能看哪一部分是就是比较浪费时间呢 然后再对整个项目进行一个整体的优化 这个是那个jungle性能以优化的一个嗯 参考增量的官网 大家就可以上去去对那些内容进行一个详细的阅读 好了关于jungle缓存优化的课程 我们全部小节的内容都已经讲完了 感谢大家对老师的支持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给大家分享技术和知识 再见